中国上海浦东机场最近发生两起旅客大闹事件 一名旅客迟到没有赶上飞机 结果向柜台人员动手 而另外一人是因为他的登机箱超长两公分 柜台人员要旅客托运 否则就要收取超规行李费 结果旅客就在登机口跟地勤吵得不可开交 我没有飘吗 不飘 那不去玩吗 你去玩不帮我进去啊 旅客要到日本旅游 想把一个蓝色的行李箱带上飞机 因为行李箱超长两公分 地勤不让登机 大家都不要走了 是不是 这个时间解决了 回来后出 他就差了两匹米对吧 不是我又不超重 我们还是两个人 那出去玩玩就停到这种场空了吗 旅客办理登机手续时 服务人员就告诉他 行李箱超长两公分 如果不托运 就得另缴700人民币的超规行李费 但他决定不托运 最后旅客让步 将行李箱里的东西 装进航空公司提供的袋子 带上飞机 超长的行李箱留在浦东机场 由春秋航空保管 还有一名39岁的旅客 因为迟到没赶上飞机 跟地勤理论要求退款 结果情绪失控 破坏柜台的设施 还殴打柜台人员 说着说着又想动手 另一名地勤将他制服 之后旅客坐在托运行李输送带上 继续抱怨谩骂 机场警察赶到之后 将他拘留 综合报道